你好 歡迎收看7月2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宇慧 112年花蓮藍亭大會全國賽在花蓮縣立體育館盛大舉行 大約有900位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台商學校的書寫好手來報名 現場學中衛 立委傅昆奇都到場美麗學子 也邀請全國群賢少長齊聚在花蓮寫字切磋 也透過賽事舉辦來推廣 讓中華文化持續傳承 現場學中衛表示 在書法過程當中學習大學之道 定進 安 綠 德 每一次書寫中將心靜下來 才能夠讓五感思考更加快闊 尤其三星翻臉之後 從小接觸電子產品導致學習以及專注力不斷的降低 歡迎政府從106年度開始推動硬體制書法比賽 除了推廣書寫藝術的文化傳承之外 希望孩子在每一天的作業書寫當中能夠把心定下來 學習的路途中其實動靜皆宜 而且每一次的學習其實將心靜起來 才會看得入心 聽得入心 所以為什麼花蓮現在106年開始推動我們的硬體書法比賽 就是希望孩子在每一天的書寫的這個功課裡面 也能夠把心整個專注以及安定下來 尤其是三星泛濫之後 其實我們每一個 從孩子甚至到成年人 其實每一個人的專注力以及學習力都不斷的往下降 所以在106年到現在已經持續了第6年 而啟動全國賽讓大家參加藍題 以及喜歡寫書法 訓筆書法以及一般書法 我們都希望來緊急來推廣 這些競賽組分為硬筆類以及毛筆類 組別分為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子組 及社會組 共五組 各類組別分別競賽 比賽規則 採現場數學方式辦理 硬筆類20分鐘 毛筆類70分鐘 各組入取第一名 第二名兩位 優秀三位每位得獎者頒發獎賞以及獎金 為了感謝指導老師的辛勞 本年度特別增加各項學生組得獎者 指導老師獎賞以及獎金 記得終於花筆了